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疾病都会得到缓解 像是很多成年的皮肤病 还有自体棉性疾病 像有很多自体棉性血小板低下的病人 那一到冬天那血小板素质大概就是维持住 已经很不错了 可是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 开始血小板慢慢的数字就上升了 那为什么春天这么重要呢 我们这一集好好聊一下春季养生 春天我们中医是怎么看它的呢 那春天养生就是在我们春天这个季节 我们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 来调养我们的脏腹增强体质 让我们春天可以长得深强体壮 有一年可以好好对抗我们身体 各式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基础 那其实像我们皇帝内经里面 都会教导我们说 你春天应该怎么样去做 那夏天应该怎么去做 他会说春三月怎么样怎么样 夏三月怎么样怎么样 那其实重点就是 顺着天气的变化 时节的变化 然后去养我们五脏六腑的气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五脏六腑的气 其实就是根据着天地的运转 会有它的变动 那春天是什么呢 春天我们叫做发尘 春三月发尘的意思就是说 天地万物都在生长 那包括我们人体的气血 也慢慢从生成到我们体表去了 那包括什么呢 其实很多细菌 病毒 微生物 也在生长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把 我们的抵抗力调好 那发尘像是什么呢 就好像你可以想象 树木长出小嫩芽 那冬天的时候很多的树叶都掉了 那你就看不到绿叶 看不到生气 可是春天慢慢很多小草 开始长出嫩芽了 那树木也开始长出它的新枝 那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一样 我们人体冬天比较冷 我们要维持身体体温的恒定 所以核心体温都会在内脏 气血会在比较深层的地方 可是到了春天 春天这时候我们的天气慢慢变得温暖 然后气血可以慢慢地分配到体表去 所以像是长膏 长头发 像很多人冬季 掉发掉得很厉害 到春天头发我们经由调养 慢慢长出来 那这时候就是我们身体的阳气 气血开始在启动了 这时候我们要提高我们身体的气血的功能 开始顺应它 让它可以很顺利地 把气血从脏腑的深层升到体表去 那也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身体的胃气 胃气就是走我们的体表 那胃气是什么呢 胃气就是身体的免疫功能 所以这时候会加强抗病毒 抗菌 各式各样的能力 我们让我们气血可以活络到体表去 让我们胃气可以增强 那所有的疾病就会得到缓解 那春天我们说春天的养生重点是在肝 为什么呢 因为春属木 木跟肝相应 那春天就是肝气开始在生长的季节 那肝气在干什么 肝气就是要舒畅 要能够生发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 要让我们内脏的气血可以到体表去 那这是干嘛呢 这是肝气的作用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身体的肝气顺畅 这个作用的机制才会顺畅 所以我们要养肝 那所有入肝的 帮助它生发的 也就是所谓理气的 可以帮助气血通畅的 就是腥味的这些食物 我们就要吃它 那腥味的食物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气味比较芳香的 那味道甚至有点辛辣的 像是洋葱 芥菜 香菜 芹菜 还有一些像是油菜 还有山通蒿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气味比较浓厚 那就可以帮助我们理气 那另外中药也有一些药物 像是香腹 它就可以理气血入肝筋 可以帮助我们肝气运作 那如果整个肝气是舒畅的 气血输泄是很正常的 那身体循环 代谢就会好 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在春季 达到养生的这样子的效果 但是有一些食物是不利于肝气顺畅的 像什么 像是酸味的食物 为什么酸会酸收 它会把我们这些气血收起来 唐代有个很著名的养生的医家 就是我们的药王 孙思苗 他就有说过 他说春天应该性酸 就是少吃点酸 要干嘛呢 要增肝 多吃点肝味的东西可以养皮 为什么 因为肝属木 那木就是会疏泄 那你疏泄过度呢 就会伤害到肠胃 所以这时候也不利于我们气血的运作 所以我们春天呢 酸味的东西不要吃那么多 我们要多吃点养皮土的 干味的东西 也就是五谷类的东西 那像什么东西 这些是比较太酸的东西呢 像是橘子 橄榄 柠檬 这些你听到它你就会生口水的 这就太酸了 你可以改吃一点 干干的又入干净的东西 像什么呢 像枸杞子就很适合 那你春天抓一把 有事没事 在读书拿来当零食吃 保护肝脏 促进肝细胞新生 又可以健脾 是非常好的养生食物哦 那其实《黄帝内经》里面呢 也有教导我们一些 春天活动的原则 那活动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这时候我们春天到了 很多活动我们都开始增加 那这时候很多人就很兴奋 那过度亢奋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就会让我们身体 很多气血 没有办法供给到肠胃道去 因为你很兴奋的时候 你肠胃道基本上是不太蠕动的嘛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要克制一下自己 我们要活动 可是要适度 其实任何季节的养生原则 都是这样子的 都是要一个有度的概念 就是说 你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可是不要太过度 可以出去出门去走走 帮助我们气血的活动 但是不要过度的兴奋 那反而呢 伤害到我们的肠胃 那这时候《黄帝内经》有说 以始至生 生而勿杀 予而勿夺 就是说 我们要帮助我们正在 生生不息的这个气血 所以我们要活动 然后我们要养肝气 养气血 养肠胃 可是呢 又不要过度 那这时候呢 到了夏天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很充足的气血 可以去因应这种夏天 正在非常气血亢奋 阳气外跃的这个状况 其实到春天还有一个很重要 我们要养的脏腑 除了肝之外 就是肥了 因为有人说春天养肥 会是很重要 又想不懂 为什么 因为好像春天是属肝 那你为什么又说养肥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春天要气血充足 可以从内脏攻击到我们的体表去 那你当然要很充足的气血 否则就不够用 所以要提供一个生生不息的气血的来源 就是要靠我们的消化系统 就是我们的脾胃 那我们终于有个名词 就是春天肝气会生发 肝气开始生发的时候 你把脾土给照顾好 这时候你的生发的气血来源就会充足 所以你除了吃了这些韭菜 姜 我说的气味比较浓厚的食物之外 你也要多吃一点五穀类 像是米 还有我们说的一些比较入肝味的 这些五穀杂粮 那就可以提供一些气血生化的来源 那还有这时候因为春天万物在生长 所以我们免疫力要养好 也要靠我们肠胃道的免疫力 我们肠胃道的这些好菌要把它养好 那这时候季节在交替这时候 才比较不会有过敏性的疾病在发生 那所以说像是四神汤里面的 芡食 山药 莲子 艺人这些东西 这搭配一点腥味的东西 比如说你喜欢芹菜 你可以放一点进去 喜欢香菜可以放一点进去 或是你四神汤 然后炒个山通蒿这样子一起吃 这样也都非常好 那讲到春季我们要做什么活动 我们就要考虑一下 春天我们身体所适合的运动 是什么样子的运动形态 因为春天就是我们身体脏腐功能 在一点一点的在恢复 那这种生气恢复呢 我们的确是要帮助它可以活络起来 所以我们要多动 但是呢 因为它正在恢复 所以它气血还没有那么充足 你又不能够太过激烈 这时候我们做一下 可以促进经络畅通的运动就好了 所以这时候可以扣扣牙齿 扣齿 扣齿操 或是输出头发 帮助我们的经络可以畅通 这样就好了 因为这时候关节跟肌肉 其实还没有恢复到最佳的状态 才刚刚从冬天 这种很紧绷的状态才回来 还没有完全地充养起来 所以你如果像一大早就跑去 踩飞轮 打篮球 大汗淋漓 精英跟气血还没有养好 就大量地丢失了 其实不太有利 好 我们来回答观众的问题 为什么春天要多疏头 因为其实春天有 头部是猪羊之慧 那我们说春天阳气要生长 所以你当然要促进我们头部的经络 那我们头部有非常多重要的穴位 像是百慧穴 风磁穴等等 那你常常疏头 按摩头部的经络 可以帮助我们阳气生发 那这时候气血当然会长得比较好一点 扣齿有什么好处呢 齿其实是偏我们的肾经 那我们肾气如果稳固 我们身体各式各样的生发的这种生气 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肾羊的基础 所以扣齿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养生的动作 那扣齿又很简单 那又可以促进经络 尤其是我们肾气的稳固 所以春天的时候多做一点扣齿 其实是最简单的运动 所以我们才会说 简单的养生动作 我们就从扣齿开始 每天早上扣齿三百下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今天讲到春季的养生 我们要养肝 也要养皮 然后我们让我们情绪 可以慢慢地开始往外活跃 但是不要太过激动 那这样子就有助于春天的养生 感谢您的收看 大家学汉衣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